好 說到底 你就想換一個叫做BTA的東西嗎 我沒講好幾天了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有學者 當然有學者說是好事 BTA簽下去 對台灣多好多好 往後往後都往後 但也有學者告訴我們說 BTA它不是FTA BTA的基本核心價值叫做 互惠平等 所以台美懸殊的經濟實力 可能會淪為 美方予取予求的不平等協定 剛剛大使告訴你 美國跟日本重新談FTA 要對誰有利 對美國有利 日本敢吭聲嗎 不敢 美國跟韓國 美國跟墨西哥加拿大 重新談FTA 對我有利 加拿大 墨西哥 韓國 日本 都不敢吭聲 台灣敢嗎 你敢嗎 老實說台灣的狀況 我是覺得有點可悲 一講到軍售包括了美豬美牛 到底美國會不會因為 不同的總統 有不同的政策 我認為不會 都是一樣 為了美國利益而言 他都是要把美豬美牛 跟軍售銷售到台灣來 但是川普為了他的選情 他使用的力道 應該是史無前例 最強的力道 把他的軍售 以及美豬美牛 販賬給台灣 先講之前軍售好了 但還記起之前魚叉飛彈 可能聽說從500億的預算 提升到800多億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500億的時候 他的殲敵率可能只有50% 如果提升到800億之後 殲敵率可能到達75%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殲敵率越高 我們雙方開戰的機會越高 因為要認真以待 面對如果真的開戰之後 我們能否取勝於對方 這第一個我覺得很危險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了 美豬美牛進來 美方怎麼說 他說因為台灣進口了美豬美牛 所以進一步打開了 台美雙邊經濟貿易合作大門 將進一步增強台美夥伴關係 如果這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當然是好事 但是我問大家 我們現在台灣進入聯合國了嗎 我們現在台灣進入了WHO 進入了WTO了嗎 通通都沒有 我們簽了FTA嗎 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沒有簽 所以我們到底台灣得到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得到的東西不多 但是可以確定得到了兩件東西 跟大家看一下 這是這個 我們的美國國務院寫得很清楚 在8月28號的時候 美豬美牛願意進來台灣的時候 他特別講了發這篇文章 他這篇文章叫做 台灣針對美豬美牛 取消了限制的標題 內文寫得很清楚 講一大堆 開中民意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 他提供了一個 美國農夫更好的管道 能夠讓他們的食品進入亞洲 第二個就是我們台灣消費者 能夠吃到美國更好 更高級的農產品作物 所以代表了誰高興 只有兩個人高興 一個叫美國農民高興 另外一個就是川普 他們的川普政府高興 因為川普他的一些本命中 德州列等等的 通通都是這些農業大限 對於我們台灣而言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我們台灣而言 完全沒有好處 尤其是在我們的民黨執政之下 不曉得民黨政府 是不是時空旅人做多了 這個時空背景還跳來跳去 邏輯出現混亂的狀況 陳志中部長之前表現一致 我覺得都很穩健 但是前幾次的發言 我是覺得很奇怪 他一開始先說不要一國多治 因為可能地方說限制 不要零檢出 中央說可以檢出 然後他又說不要為了小事 扯中央後腿 到了前兩天他甚至說 你想吃到美豬 還不一定吃得到 就說你吃到 要吃一輩子才有事 對 一輩子不一定有事 一輩子也不會有事 對 都沒有事 到底在進什麼意思 那你就進來 早就進來 你之前反對什麼 你從馬政府時代 一路反對到現在 一直說什麼時空背景不一樣 甚至陳其邁還說 美豬進來那一天 就是總統下台那一天 現在馬上問他 沒有 時空背景不一樣 沒有 而且沒這回事 陳其邁市長這個有點不好意思 他被問到這個問題 大家有看網路上的影片 他被問到說 這個市長您之前有提到說 如果美豬進口 這個總統要下台 陳其邁市長花了大概 差不多17秒的時間 什麼話都出不出來 所以沒錯 這大家都很尷尬 所以我覺得整個過程到底 老實說 台灣有沒有受到美國壓力 當然都有 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台灣換到了什麼 還是一樣請民黨政府 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講一些很奇怪的理由 潘雲剛在中堂會前 接受記者的專訪 他說沒有交換到任何東西 沒有交換到任何東西 本來就沒有交換說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是媒體自己在講的 我們就是給爽的對不對 不是啦 你可以說是受到壓力 我們換到了捷克團 來台灣訪問嗎 所以貿易台灣訪問就還沒開始 貿易台灣訪問就還沒開始 國際地位 沒有 你就是受到壓力 受到壓力 所以受到壓力 叫台灣的民眾去吃我們的 我請問你 馬英九2012之前 美國給了台灣免簽 馬英九上任之後520 美國第二天就來跟你要美牛 請問他交換到什麼 就是壓力 TIFA 沒有 TIFA本來就有的 是有沒有在開的 我們知道還有免簽 那現在我們有什麼 捷克團團訪問 所以這個也不是經貿 所以我說你不要連結到經貿 可是接下來還沒有 經貿還沒開始談判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也不是我們要連結到經貿 而是官員一直告訴我們 有人這樣去 一直告訴我們 經貿 暗示 有人這樣 這就是提升國際地位了 美花部長跟美情大使 國際地位這個我比較同意 可是連結到經貿這個 八字都還沒一分 美花部長 美情大使 跟華府的傳統基金會 華府智庫 他的時候說我們BTA 沒問題 台灣準備好了 他一直在說這個形象 他們說的 他亂講 因為他不知道BTA是什麼 我跟你講 口義哥最誠實 他說台灣就是要跟美國證明說 我們有信用 就這樣而已 我們講完 美豬剛剛不是剛簽完嗎 說換到什麼 我知道換到什麼 今天美國國防部公布了 2020我們兩岸的軍力報告 報告指出 我們兩岸軍力失衡 差距持續擴大 美國趕快 趕快跟我們買武器 對 他基於台灣的關係法 與六項保證 持續對台軍手 確保台灣能力 謝謝 要需不需要 所以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賣更多的軍武 那你需不需要 我覺得有需要的 其實不是他們這種講法 感覺是被吃掉的感覺 我跟你講 薄逸剛就講到魚叉飛彈 他說堅底率要提高到70%對不對 我們自己也可以做雄味雄山 我也同意 可是我們一年只能做20枚 美國一年可以給你120枚 你時間來不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談就是說 美國確實有一些軍售的項目 他以前沒有賣的 現在願意賣 沒有錯了 你要花錢去買 這我也同意 可是你需不需要買 這兩個我只是有個好奇的狀況是 就是說你看從我 不要講從我出身 對 從我跑新聞到現在好了 也十幾年 我們每年都說我們戰力不對稱 放心 跟美國買武器 我們戰力就會對稱了 結果買了十幾年 還是不對稱 然後我們跟美國買武器 讓我們的國防戰力 以等差級數成長 但中國大陸每年 是等比級數在成長 但我們花那麼多買武器 又追不上 那到底要幹嘛 所以講說小英的第一任 四年很多項目就是不賣你 最近兩年開始有一些項目 願意賣你 對 我覺得軍售需要 但是能不能賣一些武器 就是賣到 台灣買到以後 不推薦戰力 不推薦戰爭再也沒有了 現在我們保護自己 他的國防預算是你的16 17倍 怎麼可能 因為他賣太貴了 不對稱是一定的 只是說你要有一定的防禦能力 這我同意 就是我們減少不對稱的差距 但現在看起來 我們一次賣武器 那個差距好像沒有減少 一直在拉大 這個很奇怪 你們真的太高估 BTA跟FDA 沒有 我們沒有高估 是民進黨的官員告訴我們 BTA讚 我們馬上要簽BTA了 是這樣 那王美華講的 王美華先告訴我們 什麼叫BTA BTA我剛剛講得最對 第一件事就是要減少逆差 台灣對美國的貿易 順差是114億美金 所以美國第一個一定是叫你 列出你真購的清單是什麼 是 你賺了 你怎麼賺到我的多錢 就你要買什麼真購 這個是第一個 還沒有講到互相免關稅 還沒有講到這裡 其實我也跟你講 美國跟台灣談FDA 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為什麼 這為什麼 我跟你講 全世界都這樣 你太誠實了 不是 你對人家順差 你才有興趣談FDA 當然 美國對台灣是逆差 而且台灣市場 對它來講這麼小 美國市場對我們來講這麼大 所以我們很有想要談FDA 沒有錯 韓國也是主動願意去談FDA 像中國也是主動去跟東協 希望東協加一 主動想談的人就要讓步 這是歷來的FDA談判的鐵律 其實現在根本沒有談判 這一次開放美牛 我覺得這樣子講比較公平 就是川普政府 對蔡英文政府下了一個命令 然後我們蔡政府就說 接受川政府的命令 我們就這樣做 老百姓反不反對 不管了 雖然我是民選者 我不管了 反正美國政府現在說 如果有下命令 哪有談判 我們之前也沒有談判 沒有談判 美國也沒有跟後面談判 根本沒有談判這件事 我不曉得王美花部長在那邊 一直講談判 是不是在放煙幕彈 所以 不是 因為他自己講的 這就是在騙他 騙自己 還在騙我 介大使的說法我是同意的 只是我措辭不會是這樣 就是沒有談判 我就是跟你講 這兩年來你就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這個問題嚴重的是 川普政府這一次用這種方式 從我們這邊得到大快利以後 我想請問他今後 會不會繼續用這種方法 還會跟我們這樣子 平起平坐的談判嗎 這次是上對下 上對下這麼簡單的 台灣老百姓 台灣老百姓也沒有什麼反應 你也不要高估瘦肉精 美牛 美豬能進口多少 我跟你講 我們過去從加拿大跟美國 就有進口 沒有瘦肉精的牛 豬肉 就有進口 就有 一直都有 他市占率一直沒有超過10% 一直沒有 因為不好吃 他的價格 除非跟台灣差異非常大 否則你要進口 你還要用高的調味料 把它壓掉味道 政府也承諾要做一些 標示管理等等 也有人會去做檢舉 陳時中也承諾說 有崔少仁機制等等 我的意思是說 你也不要高估他能進來多少錢 真正的目的 坦白說 就是因為他的選舉快到了 對啊 所以他必須對幾個農業州 做交代 很多農業州 坦白說 可能民調都很接近 因為美國參議員也在選 參議員選一席 選兩席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就是政治壓力 我說我們把話講白了 他就是政治壓力跟你說 我11月3號我們就要投票了 你再不通過 我來不及了 就是這種政治壓力 他就會想說你520就就職了 怎麼到現在都還沒處理 所以那個壓力 就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黃偉哲也講大實話 就是政治問題 我就認為是政治問題 至於接下來你講到什麼 經貿 是不是對台灣有利 坦白講那還有的談 我坦白講對台灣不一定有利 因為你去想 你台灣是對人家是大順差過 讓他市場那麼大 所以他一定會跟你加碼 因為美國的FTA的談判的過程 都是各州的國會議員 先丟項目進來 你就想想會有多少人加碼 所以各種議題都會進來 韓國跟美國談FTA 也是韓國主動 從2002年6月 談到2011年10月 談了5年多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美國就是項目一直進來 你要一直保護自己 要一直後退 或者說你反對等等 你就要去 我們就是講說要去博弈 話把他看 這一次做法會加大美國的意思 我們簽完之後 我們台灣大概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 政治壓力很多 簽完然後什麼都沒有得到 他確實對你比較好 台灣旅行法到國防授權法 還有一些武器賣給你 這些東西 以前都是沒有的 所以我才說 所以他知道換到軍售 所以你要廣義 把這個議題跟對美關係 整體來看 這樣才能談 我已經談的是現在觀眾朋友 展望的未來 我們一將會多好 但是剛剛亮哥已經告訴大家 今天蔡總統剛剛說法是 沒有未來 沒有交換 是過去 真的沒有 已經做完了 已經做完了就是 軍售也沒有 就是這些 台灣旅行法等等 軍售賴老師最清楚 好 我發表一點 因為我覺得 我要先幫亮哥鼓掌一下 這是民進黨的良心 這大白話 實實真的就是這樣 但是正亮講的一個面 我們要看另外一個面 另外一個面是什麼 就是說事實上現在 美國豬肉牛肉有進台灣 但是是沒有韓瘦肉精 當然 未來就是韓瘦肉精會進來 貓膩就在這裡 關鍵是在這裡 也就是因為沒有韓瘦肉精 他在台灣沒有競爭力 因為他的成本價格比較高 成本價格比較高 味道又臭 那就一般來講我就不會去賣 因為我只能夠用來食品加工 我不能夠用在一般的市場上 給我們的朋友買回來了以後 然後拿來做白斬肉 老師 我插個您的話 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今天 我看到一些朋友的說法 然後我自己在思考 也收集網路上一些意見 其實大家擔心的 我認為現在台灣人最擔心的 倒不是美國有瘦肉精的 豬肉精台灣 而是台灣會有不肖的豬農 跟著一起用瘦肉精 我覺得這家豬農 然後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舉了一個例子 對 你要告訴我說 什麼要標示 有瘦肉精 沒瘦肉精 豬肉哪裡來 雞瓜 雞瓜長下堆 我假設一顆紅燒獅子頭 裡面有美豬 裡面有台灣豬 他裡面被驗出了瘦肉精 沒有 那是美豬的瘦肉精 你怎麼知道那個台灣豬肉 有沒有用瘦肉精 難道把那個紅燒獅子頭拆開 這塊是台灣豬驗一下 沒辦法 這才是最可怕的 因為你根本 對 有瘦肉精 對 我這裡沒有瘦肉精 我有標示 美豬 我有用美豬 所以有瘦肉精 你怎麼知道他用的台灣豬 有沒有用瘦肉精 你根本查無可查 講完了 一旦開放有瘦肉精的 美國豬跟美國牛 特別是豬肉進台灣的時候 它的價格就腰斬了 就變得很便宜 沒有 你錯了 昨天陳吉仲 有接受專訪 他有回答這個問題 現在加拿大進口的 不含瘦肉精的豬肉 一公斤是61塊 我們台灣大概是70塊 美國即使含瘦肉精進來 它的價格還是比加拿大貴 他已經回答過了 我們的業者告訴我們 他有去查價格 對 我們的業者 就是我們的養豬業者 因為他是實際上 在線上生存的人 他不是官員 官員是食不吃肉米 但是自己養豬的 他很清楚知道 台灣的豬的成本 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美國豬含瘦肉精的成本多少 所以我們的養豬大富 雲領的養豬大富 在我們的節目在現場 他直接告訴我們說 美國含瘦肉精的豬肉進台灣 他的成本就是我們的一半 沒有 他講錯 他說他的價格就是我們一半 不是 他講錯了 成本是 但是吃到台灣會有一些稅什麼 運輸成本什麼的 所以我跟你講 真正的問題不是價格 而是大家就像剛剛你講 就是管理不良 然後對豬肉失去信心 對 他會毀掉台灣的豬肉市場 所以豬肉的整體消費會下降 怕是怕 如果含瘦肉精的美國豬肉 進台灣 價格很高 在台灣沒有競爭力 那美國為什麼要強制的 逼你開放很瘦肉精的 這個美國豬 就拿我們自己台灣 養豬農的經驗 他告訴你說 以前他用瘦肉精的時候 他的成本很低 可是因為我們當時規定 不能夠用瘦肉精 所以我們的養豬富 再加上我們的學術單位的 這些教授協助他們 他們開始改良他們的生產技術 花了好多年 花了好多的力量 成本大幅度的上漲 所以我們的豬肉的價格 一直飆漲到一公斤 70塊錢左右 所以他們自己說 我們自己本身在養的時候 不含瘦肉精 我們的成本價格飆了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 含瘦肉精跟不含瘦肉精 對於一個養豬戶來說 他的成本價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美國人來講更是如此 也就是因為如果不含瘦肉精 你要能夠讓他的瘦肉 肥肉分布得非常均勻 對美國人來講 你要用多少的勞力 你要用多少的技術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對美國人來說 我大量的使用這些添加物 玉米 然後我最後再給他施打瘦肉精 或是把瘦肉精含在裡面 他的肥肉 瘦肉就分離了 那這樣的情形下 我的價格成本當然下降 所以就有競爭力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到台灣來 而台灣的豬農 抗議得那麼的強烈 就是因為在市場的價格上 不含瘦肉精的豬肉 很難跟含瘦肉精的豬肉 在市場價格上批敵 這個就是才能夠 才會勾動 美國為什麼要施加這麼大的壓力 從馬英九 從陳水扁時代 到馬英九 到今天的蔡英文 不然沒有道理 完全不合道理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完全相信 我們的政府官員說的話 政府官員說的話 要拿出更多的證據來跟我們說服 因為不然的話 美國沒有必要用他 整個國家的力量 壓對你台灣一定要收入金 可是他對於大陸市場那麼大 那就不用收入金了 我賣給大陸的 我不能用收入金 我們說台灣市場那麼小 你就一定要用收入金 可是價格差一點點 我一點都不相信 我就不合理 現在的市場那麼小 就回來了 我們新年啊 三宗 現在的 都聽到 我